第1个神迹 第1个神迹 嗨小朋友们 早安午安晚安 我是小美老师 今天要来给你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故事 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 讲到耶稣 使水变为酒 这个故事 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第1个神迹 第1个神迹 把它记起来第1个神迹 有天耶稣被邀请到一个婚宴里头 新郎新娘跟着大家一起来狂欢 里面有好多好吃的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可是呢 当时在他们的婚宴都是要吃好多天的 所以主人会预备很多食物 也会预备很多的酒 但是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那个酒 竟然快被喝完了耶 怎么办 这时候耶稣的母亲呢 就来跟耶稣说 耶稣啊 你有办法做些什么吗 耶稣的母亲从小就知道耶稣 是上帝所拆开来的 虽然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可是总知道他很厉害 但耶稣就说我时候还没到啊 没事没事 于是呢 这时候呢 又久等又等 酒真的快喝完了耶 耶稣突然间 就跟那个主人的 那个主人家里的仆人说 你们去把大缸子都找来 就是通常啊 因为他们在那个沙漠地带 都会有很多风沙 所以都会预备那个很大很大的缸子 里面装满了水 可以让客人摇起来洗洗手洗洗脚 那么呢 这时候耶稣就说 把缸子都找过来 六个缸子 水都把它填满 于是他们就把水加满到那六个缸子里面 没想到呢 接下来做一件更神奇的事了 耶稣就请他们把水 把缸子里的水摇起来 然后倒给客人 那是水耶 不是酒耶 当他们造作了之后 那个管宴席的 就是负责那个酒 跟负责食物的人就先过来品尝了一口 他们也不敢讲刚刚那是水 但没想到品尝了一口之后 他们竟然说 这是哪来的美酒啊 怎么这么棒的美酒 这么好喝的酒 怎么流到最后呢 这时候呢 酒也呈给客人了 大家吃得开心 喝得更加的开心 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水变为酒 那这故事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向神来祷告 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即使很平凡 即使很平淡 像水一样 但当我们向神来祷告 神能使水变为酒 如果你很无聊 你就跟神祷告说 主啊我好无聊 主耶稣能帮助你 让你的生活不无聊 是很有趣的 这就是神 祂能帮助我们 不只是让水变为酒 这么有趣以外 当我们生命中遇到任何的困难和事物 神都能为我们带来祝福和改变 你相信吗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事 要祷告的呢 为着爸爸妈妈祷告 为着你现在的上学祷告 也许你第一天上学 我没有交到朋友 我好无聊哦 像神祷告 跟上帝来祷告 上帝能帮助你的学校生活 充满了乐趣 上帝的爱在你里面 也能帮助你交到许许多多的朋友 所以跟着小妙师一句一句 一句一句一句 一句来一句来祷告 让我们来经历 变水为酒的神迹 在我们的生命里 跟着小妙师一句祷告咯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你是使水变为酒的神 你这么的棒 因此我也向你祷告 把我的家 把我的学校 把我每一件事 都交在你面前 我相信 因为有你的同在 我会更喜乐 我会更平安 让我学习 每天都跟你说话 天天与你同行 谢谢耶稣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今天我们温柔的说 阿们 愿变水为酒的祝福 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每个礼拜 持续看故事 持续跟着老师一起做手工 一起画画 一起烘焙 一起做实验 让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 所以接下来继续看下去 嗨小朋友 我是Elma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画画咯 爱心皇冠 就是象征了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爱 一份一份连在一起的传下去 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张纸 然后再把它对折或者是对三折 看你想要剪的图案是有多长 再来按着折线 然后可以把它用剪的 或者是用割的把它平整的割出来 接下来白切好的部分 可以就是等分的来做对折 当你折好之后呢 在那个框框的范围里面 画出你想要画的图形 那在这边老师示范的是爱心 那在这边有一个小秘诀 要千万千万记得 左右两边一定要是黏着的 不可以是剪断的状态 现在就可以把它剪下来啦 要记得 边边两边都要黏着彼此 这样子才会有连在一起的效果 在用剪刀的时候要注意小心安全 那打开 我们剪好的样子 就会是黏在一起的一串爱心 然后如果想要再有更长一点的爱心的话 可以按照它的那个折线 等分的把它对折 就可以折出跟刚刚的爱心一样的宽度 然后再重复刚刚那个剪爱心的动作 就可以顺利的剪出第二条 这个就是错误的示范 两边旁边一定要是彼此相连 不可以是有一段是完整的爱心形状 那把刚刚剪好的那两段 用胶带或者是胶水 可以把它们黏在一起 最后黏在一起的那个部分 可以按照小朋友的头围来做测量 再把它黏在一起喔 那也可以鼓励小朋友在爱心的皇冠上面 画出自己想要的颜色或者是图案 进一步进去